昨天上午从北京飞往三亚航班上的旅客非常的幸运 因为他们在飞机上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也收看到了阅兵顺况 昨天中国民航客机首次正式启动民航机载卫星电视直播接收系统 在北京飞往三亚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上 机上的乘客收看到了九三阅兵实况 能有这待遇大家都兴奋不已 据了解 这一技术突破标志着中国民航客机上无法收看电视直播节目的历史结束 乘客在空中飞行期间只需通过街上娱乐系统 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手持中单设备 就能在机舱内实时收看多套中央和省级卫视节目 昨天有一位在城楼关里的老兵阅兵过程中一直在敬礼 这一场景感动了很多人 不过还有很多老兵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来到现场 但他们仍然心系阅兵式 网上有一张震撼人心的照片 102岁的抗战老兵汪平眼睛看不见 但是他在听 昨天是他们的节日 是他们应该享有的荣光 向老兵致敬